卖多少钱呢 六块还是十块呢 一辆崭新的林肯领航员 多少钱 上百万 这么一对比 您就会觉得 开得起百万豪车的人卖盒饭 有点不太靠谱了 这人出于什么目的 开着林肯卖盒饭 这件事是否真实呢 记者决定一探究竟 网友爆料 此事发生在北京西郊汽培城 从照片上分析 此车曾经停在卡士达门口 上午十点半 林肯盒饭哥就送完盒饭走了 这也太早了吧 这边调查陷入了僵局 而在山东 又出现了一件新鲜事 老太太开着价值十万元的锐虎越野车 竟在路边捡起了垃圾 眼前发生了一切让爆料的崔先生目瞪口呆 直接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从锐虎越野车上下来 走到路边 一堆垃圾旁翻来翻去 难道是他不小心将费中物品丢失了 但是老太太竟然从垃圾堆里捡出了一块旧红地毯和一些废纸盒放到车上 这是为什么呢 这边老太太开车捡垃圾的原因不得而知 而林肯和范哥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记者再次来到西郊西佩城 没想到竟意外地遇到了这位林肯和范哥 和范哥看到不请自来的记者有些意外 并右手捂住了镜头 记者也只能作罢 在远处偷偷地观察 和范哥动作非常麻利 和每家商户都很熟悉 看起来给这里送和范已经有好些日子了 而今天他开的不是林肯 而是一辆大雨车 难道他家里有很多辆送饭的车吗 记者怎么算也觉得开豪车送盒饭 不是件很划算的事 这各种原因 也许只有那些经常吃的盒饭的人才会了解吧 人家都说那个 人家 你才经意为快 什么 人家就是卖的不是盒饭 卖的是快乐 人家喜欢这工作 他自己说吧